小男孩想吃麦当劳 报警求外送 上周美国密西根州有个男孩 太想吃麦当劳了 于是他就打去警察局 地方电视台WZZM报道 当时Isaia Hall的奶奶睡着了 但小男孩真的 真的好想吃麦当劳 所以他就打电话去警察局 电话接通后 他问警察能不能帮他外送麦当劳 电话那头的调度员 拒绝了他的请求 但还是联系了怀俄明州的远警 警官Dan Patterson知道这件事后 他觉得很好笑 因此他打算给小男孩一个惊喜 他决定要帮小男孩外送麦当劳 Patterson敲门后 没有人来应门 他只好从窗户看看有没有人在家 当时Isaia看到警官的时候 他说奶奶知道后一定会生气的 你可以离开吗 根据ABC13台报道 Isaia的奶奶并没有生气 新闻记者说奶奶很高兴 因为小男孩从这件事知道 锦衣电话不可以乱打 调度员Sarah Kuberski认为 Patterson外送麦当劳的举动很暖心 这件事让大家都会心一笑